我们今天来对希罗定理进行学习 希罗定理是在有限群的领域里面 一个特别重要的定理 它可以让我们利用这个有限群的接 来从有限群的接来了解到这个群的群结构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 我们首先来证明一下这个希罗定理 然后下一节课 我们将会把这个希罗定理运用到具体的一些 特别的有限群上面 下面我们来先定义一些有关的数学概念 第一 我们称 我们称 J为 PM的群 P是一个质数 我们称 J为P 一个质数的密的群 为 一个 P群 然后 对应的 对应的 如果 一个有限群 G的J 为 P的 α 乘以N次方 并且 α 大于1 P 不整出M 也就是说 G的 G的J 里面的 所有的 P的倍数 都在 包含在前面这一个 这一个因子上面了 那么 如果 如果 H 是 A H 一个G的子群 如果 G的一个子群 H 是一个P群 我们称G为 一个P P子群 G的一个P子群 我们称H为P的一个 G子群 我们称H为G的一个P子群 要特别的 如果 H的J 为P的α次方 也是说 H能达到了 它能够达到的 作为一个P群 能够达到的最高的J 因为 因为 每一个子群的J 我们知道从拉格拉 那个定理 一个有限群 它子群的J 必须整出 G的J 所以 我们就知道 P不整出M 所以 H所能达到最高的J 就是Pα 如果H的J 是Pα的话 我们称H为G的一个C螺P子群 上一次 我们有一个叫P子群的定义 然后P子群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我们称它为C螺P子群 好 如果这样的定义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把C螺定理写下来 那C螺定理的内容是什么呢 小定理说 对于 给定的有限群 G 然后G 在我们之前说 G的J 是 某一个质数P的α次方 乘以M α是大于等于1的 这边应该是大于等于1 至少是 至少是1 本来说错了这里 α是大于等于1的 P 不整除M 在一个条件之下 那么我们有 有以下的结论 第一个 G总有 C螺P子群 就是说 G里面总会有一个子群 它的阶是达到了 所有它的P子群 所能达到的 可能达到最大的 那个 那个阶数 它总会有一个 C螺P 至少一个C螺P子群 二 如果 如果 P是 一个C螺 P子群 Q是 一个 P子群 简单的一个P子群 可能不是 最高的阶 的话 那么 存在 一个元素 G 在 群G里面 使得 Q 是 P在 G的下面的 共二的 共二子群的 一个子群 比如说 每一个Q子群 都必须包含在 便于包含在 任意的 C螺P子群的 一个共二子群里面 这我们可以推出 因为所有的 所有的C螺P子群 都是P子群 所以所有的C螺P子群 之间 都必须共二 因为我们通过 这个条件 我们知道 一个C螺P子群 是包含 另一个的 共二里面 但由于他们 的接数是一样的 都是Pα 所以他们这一个 包含关系 应该是一个 相等关系 所以每一个 C螺 每两个C螺P子群 都共二 第三 如果我们把 C螺P子群的 G里面C螺P子群 的个数 设为NP 设为NP NP是 G里 C螺P子群的 个数 那么 没有 NP NP除以P的时候 是与E 同余的 那么 在 在这个 我们可以推出 因为 我们前面知道 C螺P子群 我们从第二个 我们知道 C螺P子群 都共二 所以C螺P子群 的 共二 的 不好意思 C螺P子群 的个数 C螺P子群 的个数 我们考虑 G在 它的 密集上 的一个 一个 共和作用 那么 它的 P子群 的个数 也就是 子群 某一个C螺子群 P 它的 轨道 在这 共和作用的 轨道 下面的大小 那么 这 轨道 大小 前面说过 这 轨道 大小 是等于 它的 稳定值 也就是 P的 正规化字 在G里面的 指数 所以 NP 是等于 这么一个指数 但这样一个指数 我们从 那个人的定理 知道 这个指数 是必须 整出 G的阶 的 那我们看 G的阶 是 由 Pα M次方 Pα 乘以M 这样一个 一个数字 那么 由于 这个NP 并不 整 P不能整出 NP 所以NP 必须完全包含于 M这一个 这个数字里面 也就是说 NP 必须整出 M 那么 这个就是 C螺定理的 的命题 好 我们接下来 要对它进行证明 好 接下来我们对 首先对第一部分 进行证明 第一部分就是说 C螺P子群 对一个有限群G 它总是存在的 好 那么证明 我们对 G的G 进行数据归纳 G等于1的时候 我们不用 这样的东西 因为没有 质数P 是整出 1的 然后 我们考虑 我们用 我们进行 归纳步骤 我们先考虑G 跟它的中心 ZG 我们这人定义过 中心是 整一个 群G的中心画子 我们考虑 群G的中心 Z 那么 我们先 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 P 能整出 这个质数P 能整出 这个中心的G 这中心 是一个子群 它G 能被P 整出的话 我们知道 群G的中心 是由 所有 G里面的元素 能跟 所有 G里面任何元素的 G的中心 是由 能跟 G里面所有元素 交换的 那么 那些元素 所组成的 子群 那么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个 一个群 肯定是 阿贝尔群 那么 我们可以对 对这个 阿贝尔群 应用科系定理 那么 我们可以找到 一个 ZG的一个子群 N 并且 N是一个P阶子群 ZG里面有个P阶子群 N 是科系定理的 科系定理的命题 那么 那么我们 另外我们 我们可以发现 N 其实 是G的 一个正规子群 为什么呢 因为 G里面所有元素 都跟ZG 里面元素交换 因为N是EG的子群 子群 所以G里面所有元素 都跟N交换 跟N里面的元素交换 也就是说 所有的G 在G里面 我们都有 GNG利 等于N GG利 等于N 所以 明显 N是G的一个 正规子群 那么我们可以 取 G除以N 这样一个商群 我们取这样一个商群 那么我们 不难发现 这个商群的G 我们通过 拉格朗尔的定理有关了 的推论 这商群的G 是等于G的G 除以N的G N是一个PG子群 所以G的G除以N的G之后 是小于G的G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对这样一个群 进行一个 数学归纳的假设 好 现在我们来 对G上方限制 这一个群 进行一个数学归纳 用归纳假设 我们知道 这个群是等于 群G的G除以 群N的G 也就是等于 P的Alpha 乘以N 除以P 这么多次 也就是P的Alpha减一 去N 这么多次 那么对 这个运用 归大假设 我们知道 在 距离存在 子群 P上方线 P上方线 并且 一个C螺子群 P上方线的 这是P的Alpha减一次方 那么我们现在 对这一个子群进行 这利率用群通过 第四定律 把这个子群 把这个子群 拉回 G这个群上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得到一个群P 在G里面 并且 P是等于 P 群 这样一个商群 那么通过这个 我们就知道 P的阶是等于 P上方线的阶 乘以N的阶 也就是 PAlpha减一 乘以P 也就是PAlpha 那么这样 我们就找到了 一个 G里面的 C螺P子群 好 上面这个 是在 P能整出 G的中心的情况下 所得到的结论 那么如果 是数P 不能整出 群G的中心的阶 那我们可以 我们用 类等式定律 可以找到 G的阶 是等于 这个群的 中心的阶 加上 我们在每一个 G里面的等价类 包含元素 个数大于1里面 每一个等价类 我们找一个代表元素 然后把这些 代表元素称为GI 然后把它们 假设我们有 N个这样的GI 然后我们就取 它们的中心画子 在G里面的 的指数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像一个类等式定律 有这类等式定律 我们可以看出来 左边 我们是得到 我们是P的Alpha乘以M 是一个 被P整出的数字 P不整出这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找到 这边应该有一项 也 必不能被P整出 因为每一项 被P整出的话 这被P整出 这个也必须被P整出 所以我们就说 存在 某一个 某一个 中心画子 GI的中心画子 使得这一项 不被 不被P整出 那么我们不识一般性的 我们就把它设为G1 那么我们 就可以说 不识一般性的 能有 P能 P不能整出 P不能整出 这个G1的 中心画子 在G里面的 的结束 它的指数 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知道中心画子 它自己本身是G的一个子群 那么而且 这个中心画子的 结束 是等于 G的结束 除以 这个中心画子 在G里面的 指数 那么这一个指数 不能被P整出 但这个是等于 上面是等于 P的Alpha次方 乘以M 所以他们的 他们的 然后他们的 商群 必须 这个 也能被 P的Alpha次方 整出 所以推出 P的Alpha次方 是整出 这一个群的 的G 也就是说 这个群 这G是等于 P的Alpha 乘以L 对某一个L 这中心画子的 G 这等于P的Alpha 乘以L 并且 这个中心画子 是一个 真子群 因为 至少它不包括了 这个 这个里面的 那些 那 里面的某些元素 它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指数 不等于1 所以它肯定 至少 包含了 至少这个 这个是 小于 这个G的接着 那么我们对 这个中心画子 这个群 进行数学归纳 利用数学归纳 利用 利用这 归纳 假设 我们得到一个 它里面的一个 接为 PAlpha的子群 那么 也就是 这个子群 也就是G的子群 然后 它是上面写 并且P的键 是等于 PAlpha 好 这第一部分的证明 就到此 好 在证明第二跟第三部分之前呢 我们先 要证明一个引力 我们将在后面的证明里面用到这个引力 引力 同样的 我们要 G为一个 有限群 并且它的解释 P的Alpha次方乘于M 就是说 Alpha是大于等于1 P不整齐M 如果 P是G的 C螺 P子群 Q是 G的 P子群的话 不一定C螺 普通的P子群 那么 朋友 Q跟P在 G里面的 正规画子 的交集 也是个子群 是等于 Q跟 P的交集 也作为一个子群 这两边相等 好 我们下面来证明一下 这边符号简单 我们把 由左边这个群 记为H 前面有道练习说过 每一个子群 都是它正规化 只是正规子群 那我看 对比两边的交集 P是这个子群 这两个相等 也就是说 这边应该是 这边的一个子群 可以推出 Q交P 是H的 一个子群 那么我们 只需证 只需证明 我们要证明它两个相等 我们需要证明 另外一边的 包含关系 我们要证 H 是Q交P的 一个子群 那么怎么证 H是Q交P的子群 我们看H的 定义 H 是Q交 这一个正规画子 那么H 已经是Q的 一个子群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证 H 是P的子群 就可以 那么怎么证 H是P的子群呢 这怎么证 H是P的子群呢 我们考虑 下面这样一个 现在 只是作为 一个集合的成绩 这样一个集合的成绩 我们知道 H明显是包含语 这样一个集合里面了 那么只需要 我们下面 下面将要证 这样一个集合 其实 它也是一个子群 并且它是一个P子群 并且 PH 并且P 明显看到 P 是包含于 这样一个P子群里面 这跟H包含于 这个集合里面是一样的 我们要证这样一个 P包含于PH里面 那么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P 是一个C螺P子群 C螺P子群是 P子群里面最大的一个 所以我们不可能 找到比P还要大的P子群 所以这样一个包含关系 就可以 从这个包含关系 我们可以推出P 跟PH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前面 那么我们前面说H 并且是它的一个子鸡 那么 推出这两个相等周 H 就是P的一个子群 我们就得到这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 只需要证 PH 是一个 P子群 好 我们怎么证P是个P子群呢 我们首先 看 P是作为一个集合 好像前面 在拉格尔尔定理的时候 证明过 P是作为一个集合 是等于 P的阶 乘于H的阶 除以 P交H的阶 这样一个推论 我们看 P是一个 系络P子群 它的阶 能被P整出 H 也是一个 是两个 H是两个 是H是一个 是Q的一个子群 我们知道 Q 是自己是一个P子群 所以它的子群的阶 也必须 被P整出 所以我们知道 上面两个分子 都被P整出 然后下面这一个 数字整出进去之后 当然这边 也是能被P整出的 这边得到 它作为一个集合 它的基数 它原面元素 个数 是能够被P整出的 所以我们下面 子区正 PH 是一个 子群 比如说 P上面 有这个集合 上面 有一个群结构 我们正 它上面 有个群结构 我们看 H 其实是 这个正规化子的 一个子群 我们前面 从定义 我们知道 它是正规化子子群 在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 P 是这个正规化子的 正规子群 我们知道 子群 跟正规子群 的成绩 我们前面证明过 在正规子群的章节里面证明过 子群跟正规子群的成绩 自然有一个群结构 所以它是一个子群 所以我们到此 我们这个引力 就证明完毕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将会用 我们之前证明这个引力 来证明我们的第二 跟第三部分 好 开始 我们首先 假设 P 是G的一个系罗P子群 我们把 S 计成 我们定义S为 所有 P的 公额子群 所组成的集合 所有P的 公额子群 所组成的P 所有组成的集合 那么 我们有一个 G的P子群 Q Q可以作用在S上面 有个共额作用 那么这个共额作用 就把S分成了 分成很多轨道 这个轨道 我们计为OI 那么 不是一般性的 我们让 P I 属于OI 属于OI 所以我们 把里面的 公额子群 作为 做一个顺数据调整 使得 我们第一个 Pi P1 在第一个轨道里面 P2 在第二个轨道里面 那么我们 假设 S S的 基数 里面有 是S 里面有S多个 S个P的 公额子群 公额子群 有S个 然后 我们 我们 这个 对于这个轨道 我们假设 有R个轨道 所以这个I 是E 小于等于I 小于等于R 有R个轨道 会很明显的 R 必须小于等于S 那下面 我们对于这一个 公额作用 我们定义 NQ Pi 为 Pi 的稳定值 在这个 Q的公额作用下的稳定值 那么它的稳定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所有 所有的 Q 在Q里面 使得 Q Pi Q N 是等于 Pi的 这么一些 Q的元素 所组成的 集合 那么 不能证明 不难证明 这个是Q的 一个子群 我们计为 这个Pi 在Q里面的 正规画子 也是它的稳定值 那么 根据我们之前 对 稳定值的学习 我们知道 Pi 是在 Oi里面的 轨道 那么 这个轨道的 元素 个数 是等于 它稳定值 在Q里面的 指数 那么再一次 看一下这个稳定值的定义 其实这个稳定值的定义 我们不难看出来 它其实是 Pi 在G里面的 稳定值 所有的G 在G里面 使得Pi 在G的共二下 等于 Pi自己本身 交我们的群Q 这样子一个 一个定义 那么所以 这一个 其实等于 因为我们交Q 让我们知道 知道它 是 本来 就已经是 Q的一个 子极 那么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其实是 NG Pi 交Q 不好意思 这个应该是 NG Pi Pi 在G里面的 正规画子 交Q 在Q里面的 指数 这样一个指数 那么 我们先用 我们的引力 我们知道 Q跟NG P 因为Pi 每一个P 都是 P原来是一个 C罗P子群 所以每一个Pi 都是C罗P子群 因为 共二子群的 结束是一样的 所以 每一个Pi 都是C罗P子群 那么我们用 这个引力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是等于 Q 是Pi跟Q的 交集 在Q里面的 指数 那么下面 我们 回头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 我们知道 S 是 这个S这个 集合的 元素 个数 然后S因为 因为轨道 是一个等价类 S可以进行 等价类分割 分为 若干个轨道 Oi 那么它是等于 O1 加O2 加到 Oi 这样子的 一个核 那么我们根据这上面 我们知道 这个其实等于 Q Pi交Q P交Q 加上 P2交Q 在Q里面指数 你只加到 P R 交Q 在Q里面的指数 像一个核 像一个核的存在 注意 这个S 这个数字 是不为 我们 这个Q 的选取 而改变的 但是 对不同的Q 我们可能有 不同的 轨道的数目 所以这个R 可能会产生改变 那下面 这一个 这一个式子 我们后面的 证明 起来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 现在我们用 这个 重要的这个等式 来证明一下 我们这两个部分 第一 因为我们这个对任何的 P子群Q 都成立的 所以我们不妨 先选Q 等于P1 像一个P子群 那么我们第一个项 我们可以看出 这Q 等于P1的时候 是P1 在P1自己本身的指数 所以第一个项 是等于1 后面这些项 我们知道 这个是 比如说 这个是P1 P1交P2 在P1里面的 的指数 因为P1跟P2 是不同的 两个供二子群 顺便交集 必然是 这个P1这个群的 一个真子群 所以它 这个是大于1 并且 因为P1 自己是一个 是一个P子群 C螺P子群 所以这一个 是被P整除的 这个数字 是能被P整除了 对后面 所有的项 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S除了前面这一个 是等于1 后面项 都能被P整除 也会推出 S除以P 是跟1 同余的 那么下面 我们让Q 为任意子群 任意P子群 那么在考虑 这样一个式子 现在 因为Q 不属 然后我们假设 我们要证第二部分 我们要证Q 是某一个 供二子群的 是某一个P的 供二子群的子群 那么我们假设 Q不是 任何 P 供二子群的子群 我们假设 我们用反正法 那我们看 现在每一个项 因为Q 不是P的 的子群 所以这一个 交集 必然是Q的 一个真子群 对每一个这样的Pi 这个都成绿 所以 Q 交 Pi 都是 Q的 真子群 那么 这一个 现象 就可以推出 像刚才那样 因为每一个 都是Q的真子群 然后Q是一个 P子群 所以每一项 都必须能被 P 整除 每一项 都被 P 批准出 也就是说 现在S就能被P 整除 因为S这这么多项核 但这一个现象 明显跟我们之前 那个计算 是矛盾的 所以Q不能 Q这个假设 不能成立 所以Q必须是 某一个 P公共子群的 子群 那么好 这是 这就完成了 对第二部分的证明 那么第二部分成立之后呢 我们知道 所有的 所有的 C罗P子群 互相之间都共恶 像我们之前写下 那个 系统定理的 命题的时候 我们说过 因为C罗P子群 自己是个P子群 所以每一个 C罗P子群 每两个之间都共恶 那么 所以 这个S 这一个 S 所有的 P的 的子群 共恶子群 所组成的 集合S 就包含了 所有的 C罗P子群 所以这个 小S 就是等于 我们之前定义的 NP 所以NP 除以P 是个1 同余的 就证明了 我们第三部分的 前面 然后后面 我们可以 从 这一个 现象 并且 我们知道 G 是等于 Pα NP 是 等于 P的 正规子群 在G里面的 指数 所以 这一个NP 必须整出 这样一个数字 但它 不能被P整出 所以NP 必须整出 N 那么 在这 我们证完 证明完了 这第三部分 C罗定理的证明 就到此结束 我们这节课 上到证 我们下面 后面 下一节课 我们就会 应用这一个 大的定理 去 对一些特别的群 进行计算 好 谢谢大家